陳光誠奔向自由 我肯定會回來 留在朝陽醫院半個月的陳光誠 昨天中午12時 由這架白色Van仔再去首都機場 乘搭聯合航空直飛紐約 他早前已獲得紐約大學邀請出任訪問學人 到下午5時37分 腳伸還要坐輪椅的他 和太太和兩個子女 在兩個美國外交官員陪同之下 登上飛機飛去美國 我想對他個人而言 應該是好的選擇 而且我也期待他 過一段時間 以後能夠重復回來 陳光誠雖然能夠遠走高飛 但仍然希望當局履行承諾 查處山東的違法行為 和現代他還留在家鄉的親人 包括因為反抗官員入屋搜查 現在雙官員被刑事拘留的侄子陳黑貴 為了協助民眾維權 陳光誠經歷了七年牢獄和軟禁歲月 上月22日 他趁晚上被過重重守衛 戲劇性地逃出被軟禁的家 再由志願者協助 逃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 引發中美外交風波 一星期之後 陳光誠被送去朝陽醫院 但他不滿邊商軟禁要求去美國 直至昨天匆匆成行 有分析說 這樣顯示中共對陳光誠事件猶疑不決 而選擇曾日將他送走 一來是因為臭快到六四 二來今天就是內地法定的助殘日 陳光誠不走的話 好而被外界借題發揮 所以唯有低頭 が再次早 試過 nasa scriptures 可以 是 你 共申請 我今集中獻取足elli 從山東都所迣 這絕魚很多沒有幫助 在 Psychon 的時候 美國 東買 協力 市我是 有了 不負面 我希望中國 这样政府继续的解放响 深入推进政体改革 支求是没有社会固批正义取得更多民主的信任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这个环境太艰难 只要我们讲作是行动的想法就是 总是要行动的 我认为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做的 只要我们坚持 这就是我说的 上南是直爱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